謝謝你們的介紹 還是高雄好 因為我早上一早七點多就到台北 剛剛這個跟客市長簽完我們那個 公物交換的一個協議再回來 當來高鐵下了高鐵之後 感覺就不一樣 高雄的好地方 今天有很多的貴賓 有我們地主 我們大力精品 吳董事 還有張副總 以及我們跟東方協會的好朋友 理行公會我理事長 高雄協會黃理事長 還有我們大高雄高雄協會 我們劉理事長 還有以前中理事長 還有我們全國民主協會我理事長 以及我們媒體機的好朋友 還有贊助商 我們大力精品 我們的黃處長 還有後製大王 董事長 以及各位媒體機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在這裡 要熱情的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全國的觀眾朋友宣告 2016 高雄萬人提登大有請 這個禮拜六 2月20號正式開始了 我們已經是第三年的舉辦 那在這個春節燈會期間 我們這個萬人提登有請 一年比一年的規模大 而且一年比一年的精彩 我記得去年我們特殊了 跟這個三軍的官校 跟他們搭配 結果我們這個三軍的領域隊 現場還在我們這個現場拼到 大家歡迎 所以我們希望塑造高雄的一個特色 我們高雄的燈位 已經是我們全台灣有口碑的 然後這幾年呢 我們陸續再把高雄的這個萬人提登遊行 變成我們元宵嘉年華會 大家要參加嘉年華會 不用遠到 這個跑到這個巴西去了 高雄就有啊 我們最有台灣特色的元宵嘉年華會 對 就在我們高雄 那我想從過年之前 到這個前一陣子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了 然後這個很多的 大家守在電視機前面 也替這些避震的傷害 表達我們的不捨跟欺負 那我們高雄的燈會 雖然從初三的開始 那這段時間呢 我們也是將心比心 我們很多的活動 把這個燈會 轉換成祈福的燈會 那我們這次的萬人提的大遊行呢 我們也希望說 為我們全國的觀眾 提供一個療癒的一個 呃 場域 大家 心情直接出來走一走 提個燈籠 其實燈籠有個含義 它裡面有一盞燈 代表著 照亮我們 新的一年 大家 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然後呢 用這盞燈 也是我們 內心傳承的一個新燈 希望說 用這樣子的一個燈火 讓這些 受到地震 傷害的朋友們 有更多的溫暖 還有他們 未來更多的期待 所以我想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嘉年華會大遊行的方式呢 匯集 所有市民朋友 以及 來自全國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風光客 大家的心願 一般 新的一年 有台灣 更大的光明 新的一年 大家都有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想 剛剛主持人介紹 我們這次 呃 除了傳統的 三軍官校 我們在地的樂儀隊 還有很多 是來自我們姐妹室 國外的這個 團隊 一起 來跟我們共襄盛體 同時我們很多的民間企業 這次特別 你看 這個很可愛的 這個大金寶寶 就是 跟我們一起來 參加我們的 這個 花生遊行 那同時呢 還有最受小朋友歡迎的 櫻桃小丸子啊 現在東鐵 服務中心 展覽 他也跟我們成功 本尊都會出來 當然我們猴子大王 我們很多的 這個 創意的這些 可愛的小猴子精靈 一起跟我們參與 所以 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精彩 希望 所有的情人朋友 日月日日日 拜託時間 周末時間 大家呢 小小小小 出來走一個村 好 給大家 每年都有村 在這裡 感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新春愉快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呢 我們局長帶來的美麗 也跟大家滿滿的來盛情邀約喔 那我們